我现在来到了纳金山 金帆飘扬的地方 这个地方很多人在这里来起伏挂金帆 不管是藏族的也好 汉族的也好 特别多的人在这里起伏挂金帆 这就是纳沙的纳金山 看看这里的金帆飞舞 我在这里也挂过金帆 然后下去转弯之后 有一个有一条路爬山的 我们去挑战一下 朋友们好 我是老夏 今天我是出来钻一下山 准备挑战一下这个 他们网上说的 拉萨的克尼亚古道 就在这个纳金山 山下山 从拉萨出来翻过山河后 下山在第一个桥这个位置 就这个位置就可以上去了 我给大家看一下 从这个位置过来 纳金山 前面就是拉萨翻过来之后 下山这个位置有着桥 然后现在这里叫梅恰山谷 前几天他们越野爱好者 说这里面怎么样怎么样 好难度的挑 好高难度的挑战 这条路 进去山谷里面 一直沿着那个山谷往上沉 目前看来的话 门是锁住的 不能够进去 之前我是路过这里很多次 我都没有走这山谷里面去钻一下 以前是牧民在山上放牧的道 还有一个就是在山上种树 植树 这个树植了多少年了 已经成活了 想来挑战 但是没办法 今天进不去 网上吹得很神的 这个辣金山下面那个梅恰山谷 今天我来了 进不去 当然他们是怎么进去的 我不知道 他们说的是这个山谷里面 是这个拉萨版的克里亚古道 其实我看了一下视频 也没有那么悬浮 因为拉萨周边的那些山谷里面 还有比这个山谷里面 更具挑战性的路 我都走过了 左底沟里面 我把它走通了的 娘在沟里面 走来没路了的 包括那个矿山顶上 左底沟的矿山顶上 还有周边 还有楚布寺 那条沟穿着洋溢香 很多人没有走过 那也是条越野路线 所以说今天呢 这边过来 已经把路松了 不允许上山了 因为这个我也能够理解 早些年的话 在拉萨很多山谷里面 我就穿过了 包括我这次出去 只要见路的山谷 我就去钻 所以说很正常的现象 就包括娘日沟里面 也是一样的 我当时把里面走通了之后 过段时间进去 就不让进了 这种大家理解一下 我知道 很多自驾游来西藏刀 特别是开越野车刀 他就想在拉萨 找个山谷里面 越野下野 像这种东西呢 一旦发到网上 就会引起更多的人 跟风去串 包括我也一样的 早起码是我一个人出去玩 后来带着人去的话 慢慢的 地方上的话 肯定也要进行管理 因为第一个 有的地方是他们牧区的牧道 还有一个 害怕的 我们进去的话 去碾压别人的草坪 再二一个的话 地方上进行管理的话 主要是出于哪方面的原因 你安全隐化 对吧 因为那些路的话 确实非常难 很多人怎么说呢 当然车好 技术再好 当然就进到那山谷里面 它不是常规的路 一旦出现问题的话 车辆出现故障的话 出现问题的话 到时候打救援电话 也是浪费社会资源 所以说 他们把这些山谷 关了之后 也是好事 我这里就不想多说了 好朋友